在没有拼音的年代 人们辨识汉字读音时 采取的是一种叫做反妾的方法 所谓反妾 就是用两个汉字相拼 给一个字读音 妾上字取生母 妾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比如孤独的孤字 就可以用古乎妾来读它的读音 不过对于识字不多的人来说 反妾法太复杂了 并不实用 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 用26个拉丁字母 来给汉字读音的方案得以推广 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刚刚推出时 很多对拉丁字母不熟悉的人非常抵触 当时负责制定方案的是周有光先生 他学贯中西 涉猎广泛 素有周百科之称 为了回应人们的误解 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式 三不是 第一 不是汉字拼音方案 而是汉语拼音方案 第二 不是方言拼音方案 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 第三 不是文言拼音方案 而是白话拼音方案 在他看来 字母的任务是侍候汉字 不是代替汉字 字母不能进入文字 只能站立在文字之外 周有光的这些观点 得到了很多语言学家的认可 也推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最终落地